这个视频,维师要跟你讲讲将军印码问题的进阶模型 这个模型在中考中出现的频率不算特别高,但是技巧性很强 技巧性很强是什么意思呢?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方法很难想到 但是我一讲,你马上就能明白 所以如果你不想在这个地方丢分的话,就跟着维师把这个视频看完吧 下面就来看个例子 如图,这是一条抛物线,它的解析式是y等于三分之一X1-2X 抛物线经过圆点O,而且与X轴交于点A,A点坐标是60 N是抛物线上一个定点,它的坐标是1-三分之五 这是抛物线的对称轴,它的表达式是X等于3 FG是对称轴上一条线段,它可以在对称轴上移动,但是长度始终是1 连接OF,ON,NG,当四边形的周长最小时,F点的坐标是多少 观察一下这个四边形,不难发现ON和FG是定值 所以只要考虑OF和GN就可以 你看,现在问题就变成了两条线段之和最小 看到这种问题,你会想到什么呢? 没错,将军验马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M和N是两个定点 P是直线上一个动点 要求的是MP加PN的最小值 对比一下这俩 首先,它们都有两个定点 其次,它们都有一条定值线 那区别在哪呢? 对了,右边这个图中是点在动 左边这个图中是线段在动 那好了,只要能把线段变成点就可以了 怎么变呢? 想不到吧? 其实方法很简单 把NG向上平移 让G点和F点重合 这样一来,OF加GN就变成了OF加FN片 这就是个典型的将军验马问题 看到这种问题 还记得怎么确定F点的位置吗? 非常简单 先找到O的对称点 也就是点A 然后连接AN片 它与对称轴的交点就是点F F点确定了 怎么求坐标呢? 这也不难 先求出AN片的解析式就可以了 A点坐标是60 N片点是由N向上平一个单位得到的 以至N的坐标是1-5 所以N片点的坐标就是1-2 好,这俩坐标都有了 利用带定系数法就能求出直线的解析式 算一算Y等于15分之2X-4 解析式搞定了 再来求点F的坐标 F在对称轴上 所以它的横坐标是3 一只横坐标 还记得怎么求纵坐标吗? 对了 代入解析式就可以 写出来是这样的 算一算得-2 这就是纵坐标 搞定 好了 最后来总结一下 以后看到这种长度固定的线段 在直线上动 要是线段之和最小的问题 你就要想到 这就是将军验马问题的进阶模型 处理这类问题的关键就是平移 只要把它转化成将军验马问题 剩下的就好办了